我今天就是想在这个公开正式的这个场合里边 我正式的我向诚哥表白一次 就是如果要可能的话 我就在舞台上我再争取一次 我觉得我爱他 我暗恋八年了 我就应该说出来 接下来我们看诚哥会不会来好吗 来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 问你几个问题 如果今天诚哥不来 接下来你怎么办 如果今天诚哥要不来的话 我就永远能离开这个家 永远离开他了 你的意思是说做不成爱人 我连雇主与被雇主这件关系我也不要了 是这个意思吗 我觉得这个男人既然他不属于我了 那你说我还生活在他的这个氛围里边 那对我不是一种折磨吗 好吧 我就觉得我是可以做陈太太的 而且我能做得挺好的 如果陈哥跟你说 我一直以来对你是很认可的 但是 我确实是有了心上人 他不久将成为陈太太 你会怎么办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真的不能留在这个家里边了 我要永远离开他们 而且我以后也不会再做保姆了 我要 我要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 好